今天又来带大家看一种可以吃的野菜了 它叫黄鞍菜 是菊科黄鞍菜属植物 据说这种野菜生命力非常的牛 就是晒干了再泡水依然能够复活 所以又叫还养草 我实验了一下 先把这个黄鞍菜晾晒48小时 这几天没什么太阳 这个晒的不是很干 你们看这一晾晒后 这个花居然快速成熟 长出种子了 这就是环境胁迫导致 植物一感觉环境不太友好 就开始早生仔多生仔 以便完成基因传递 其实人类也差不多 你看过去条件差反而剩得多 条件差一点的地方 喜欢多生环境胁迫 我只是个人推断 不要矫正了 现在这个晒粘了的黄鞍菜 半艳阳状态下浸泡了48小时 奇迹诞生了 你们看活生生的了 甚至还长出了小花雷 为什么叫黄鞍菜呢 据说这个鞍是小的意思 就是开黄色小花的野菜 它的花是这种顶生的 有很多的头状花絮 叶就有深裂 老叶裂更深 黄鞍菜和蒲公英很类似 下次看到开花的蒲公英 再拍一下 黄鞍菜随遇而安 不骄不照 因此它的花语是 开心喜乐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